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 浦城街的 新鄉印尼小吃 這家店就是我的粉絲推薦的店家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據說他們的巴東牛肉便宜又好吃 就在小巷子裡 然後...不是很好停車 等下假設我吃的沒有很飽的話 可能連隔壁的和平蛋包飯一起介紹 好 就這個 新鄉印尼小吃 我盡量全部拍到 新鄉印尼小吃 車子好多 這個真正的 印尼傳統小吃店 不會啦 好 好 很漂亮很漂亮 好 那這個印尼朋友就可以看一下有很多這個傳統的印尼小吃 看起來看起來應該是蠻傳統的 還有這個很傳統的飲料 這是椰子水嗎 好 等一下來 我不知道 好 好 那這個就是Menu 我剛才跟老闆講過我會介紹 因為剛剛再走出來一個人會問我 好 那這個就是巴東牛肉 但是我比較喜歡吃黃飯 朋友啊 這個就是巴東牛肉啦 而且價錢便宜很多 好 我就感謝這個小姐的協助 因為英文是剛剛 哈哈 謝謝 感謝你 好 好 那 好 那 那 那我家點了 這個 我一份巴東牛肉這邊吃 然後黃飯的 你要巴東牛 黃飯這邊吃 欸 對對對 喔 那個 根據旁邊小姐講說 這都算是印尼當地點傳統的飲料 OK 那剛剛說一犀牛水不錯 拿來光喝喝喝 好像不太一樣 有中文說明 好 問問看 那請問這一罐多少 您是店員嗎 這一罐多少 40 40啊 他算是橘子汽水是嗎 橘子 對 就是犀牛排 犀牛排 OK 好 謝謝 那就跟這個小姐坐對面 然後這個 據說是當地 很有名的牌子 零化買 一罐40 小貴 好 終於搞好了 那現在就喝喝看這個 犀牛排的橘子水 然後還 40塊 零化買啊 朋友啊 嗯 味道淡淡 感覺喝起來有點像運動型飲料 還可以啦 礦泥水 糖檸檬酸 淡淡的淡淡的 好 那就順便拍一下這邊這個傳統的小吃 各位朋友一定會感到很懷念喔 如果你是印尼的朋友 還有這個像咖啡的東西 應該是咖啡包啊 這邊好像還有泡麵 印尼泡麵最好吃的 印尼泡麵最好吃嗎 印尼泡麵最好吃嗎 對啊好吃啊 是什麼口味啊 都有 都有 好了解 那你是在台灣工作嗎 不是 是 我來這裡 念書 喔 是念書 對 喔喔這樣 OK 剛剛那橘子水喝起來有點像運動型飲料 淡淡的而已 我也沒有喝過 可是那在當地是有名的牌子嗎 對啊對啊 喔這樣 我很少喝 喔這樣 這當地人喝這個可樂比較多對不對 沒有啊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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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喝就是飽的飲料 就是罐 罐頭的那個 罐頭的飲料 還是說 比較年輕的朋友都比較喜歡喝可口可樂 然後老一輩也比較喜歡喝傳統飲料 會不會是這樣子 就是看人家來 有的人 比較喜歡就會喝喝飲料 喔 這樣 OK 好 那就很感謝這個小姐的協助 因為老闆娘整個都不敢講 對啊 她很害羞 她很害羞 太忙 哈哈哈哈 然後她剛剛 感覺問她有點害羞 總之個人覺得 這個運動型飲料 因為我是第一次喝到 覺得還蠻不錯的 只是很清淡很清淡 個人比較喜歡濃郁的飲料 所以這個分數我覺得是 70分 就 蠻普通的 我原先會期待說 它是很濃的味道的飲料 結果還好 看來 也比較 反正就清淡型的 好 淡淡的橘子水 橘子水的味道 淡淡的 不怕煮東西不是在前面煮 是在後面煮 好 現在是好料就來 欸 好料 要配一下嗎 喔好 OK 這是妳的 炸雞排 炸雞排 OK 是妳要吃的 OK 好 這是這個小姐要吃的 感謝他讓我拍 炸雞排飯 然後說配上這邊這個 獨門的辣椒醬 也蠻香的 有高麗菜 黃瓜 然後兩個我看不懂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炸雞排 其實感覺還蠻好吃的 很香 嗯 那這個在印尼當地也是很傳統的料理嗎 是齁 OK 那可以問說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中文叫什麼 甜 甜不辣嗎 不是 這個是豆腐 豆腐 這個是等一下 喔 小姐幫我去問 很感動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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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輩 天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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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第一次聽到 好 感謝妳的協助 好 走進來就什麼都新奇 什麼都好奇 這個 應該是很多當地傳統的牌子 還有調味料 仔細的拍一下 這樣這個印尼的朋友 你就可以來這邊吃 好謝謝 好謝謝 好那朋友啊 這八豆牛肉就好了 現在就吃吃看 感覺好像還蠻讚的 嗯 牛肉是兩塊啊 當然嘛 因為價錢便宜很多 所以當然是 牛肉會比較少一些 嗯 好鹹香鹹香的 然後有很多種香料 嗯 嗯嗯嗯 還蠻辣的耶 還蠻辣的耶 配一下飲料 喔 蠻辣的喔 好這個 嗯 好這個 吃起來有點像是菜 好像魚露的香味 辣度大概是中辣左右 嗯 嗯 有點嗆辣 喔 這這個是 剛剛那吃起來應該比較像是蛋 嗯 嗯 難怪它分量少少的喔 因為 其實口味還蠻重的 但是不是說不好吃 是蠻好吃的 嗯 嗯 很下飯 牛肉吃起來就是感覺有很多種香料在裡面 然後鹹香鹹香 然後帶著微微的甜味 然後這個黃飯很香 然後這邊真的菜是很有特色的 嗯 好那我覺得分數是90分 不錯蠻好吃的喔 好那就很感謝那位小姐姐對我的 協助啦 因為老闆娘比較不敢講 所以我們會比較不了解這個菜 嗯 嗯 嗯好吃 好這個鹹香鹹香的 然後也很辣喔 然後但吃起來就是 蠻好吃的 很下飯 反正這個印尼粉絲在幫我回答這個是什麼 嗯 嗯 嗯 好吃 嗯 喔 真的蠻辣的 好那個人覺得這邊的料理就是很道地喔 雖然 並不熟悉這樣的料理方式 但是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嗯 香辣香辣蠻開胃的 好吃 好吃 這個請你吃 還可以嗎 這個是 妻子 這個是那個 狂購做的 叫 辮貝 辮貝 好 辮貝 辮貝 好 辮貝 哈哈 老闆娘跑掉了 哈哈哈 哎呀老闆娘太害羞了 我現在吃吃看喔 不要這麼害羞嗎 這樣才能好好介紹 我是地下的 我不會害羞 因為我有吃 我有在上班 噢 這樣好好好 那這個不行 我沒有上班 我馬上會吃 好 那這個是茄子 好 那這個是茄子 那這個是茄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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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很特別 茄子吃起來 有比較清爽的味道 隔壁這個味道吃起來很特別 感覺是某種油炸的東西 好 好 那感覺就是甜鹹甜鹹的很下飯 噢 這裡面還有小魚乾嗎 噢 應該是小魚啊 嗯嗯嗯 很下飯 很好吃 這個是招待的 不知道多少錢 所以就不平 但是真的是很下飯 那還是有點辣辣的 好吃 好 那這個是手工麵 手工雞蛋麵 手工雞蛋麵 好 國外的 印尼的 家裡面搬三口 很有名的 那邊 這樣 拍好了 現在都外國的人不能進來 然後台灣的不能出去 所以就可以 有四大學生 民主十萬大學的學生 對 有點小可愛 小白兔 小白兔 那老闆娘您在這邊已經開業多久了 十幾年了 十幾年 以前是一國美食街 那你當初怎麼想要來台灣 我是移民進來的 喔移民 對 我媽媽在台灣 這樣 嗯 那覺得台灣好嗎 已經煮了那麼久了 講進鍋死了進來台灣 你覺得好不好 欸不好意思 打擾一下帥哥 這一樣就是有辣椒醬 然後三樣剛剛吃那個很經典的配菜 然後還有這個 類似炸雞腿 這個是蝦醬 要蝦醬 感謝 感謝帥哥的協助 因為一個人吃不了這麼多 所以 有看到不一樣都想要拍一下 很多不一樣呢 因為你突然呢 也不曉得 不然有更多好料的 有很多好料 炒河粉啊什麼東西 烧拉飯都買有啊 我那個拍照照片那邊有啊 烧拉飯也有啊 烧拉飯那邊啊 就是我們國外的 喔 不是港式的喔 欸 所以那不是印尼的嗎 一樣印尼的 就是我們那邊的 國語是叫烧拉飯 喔喔 好 OK 所以那邊有寫 喔好 不過都英文了 看不懂 對啊 因為我是做國外的學生 喔 我是故意用那個 印尼文的 沒有用 因為很少做台灣的 我們是重口味的 喔 這樣 啊對 剛剛吃起來那個味道比較重 對 我是做重口味 道地的 OK 我們是做道地的 讚耶 就是要吃當地口味 對 所以那個叫你過來的 他常常來我這裡吃 對 吃很久了 OK 好 那個老闆娘幫我拿這個魔鬼辣椒 然後 手工麵就好了 那我加一點點就好了 一滴 嗯 不能太辣 一點點就好了 太辣也不行 好 看起來就很讚喔 好 半開時間跳過 OK 好 現在就拌好了 其實感覺老闆娘蠻熱情的 好 現在就吃吃看這個 雞蛋麵 不好意思 剛剛稍微有點嗆到 要回答老闆娘的話 我剛不小心嗆到 好 那雞蛋麵吃起來就是很有味道 很好吃 好 好 這雞蛋麵吃起來好像有點 有點像那種港式的撈麵的感覺 好 各種感覺很像港式的撈麵 有一點那種像那種感覺 有一點 不是就是那撈麵是油炸這個沒有油炸 這個雞蛋麵啊 不一樣啊 跟台灣不一樣啊 嗯嗯嗯 這個手工變麵 那你港式那個這個變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啊 OK 但是它有這個獨特的蝦醬的味道 沒有 沒有 這個茶葉從頭從頭 我一帶進來的 它裡面有蝦醬嗎 沒有沒有沒有 也沒有蝦醬 沒有 不是蝦醬 不是蝦醬 哈哈 哈哈哈哈 好吃 好那就是口感很獨特啦 好吃 因為我們是會 比較聯想到味道比較接近的料理 好那總之很好吃 很有特色 好吃起來蠻清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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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小白兔 嗯 這是魚板啊 蛋包飯應該吃不下 好個人覺得蠻推薦這家店的 老闆娘蠻熱情的 好那這個就一百分了 好不好 因為蠻好吃的 然後老闆娘就很熱情 好吃 然後飯量也很多 好那個印尼的朋友都蠻熱情的 讓我覺得蠻感動的 隨便一個陌生人都願意幫我 幫我介紹他的料理 讓我覺得很窩心啊 好吃 然後又美味 好謝謝 好現在就喝喝看這個 應該是牛肉碗湯 好 現在就吃吃看了 感覺材料也蠻豐富的 其實這種丸子我上次有吃過 在永和有一間也是印尼的專門店 我知道 欸 他是一個像足球的 足球隊的那個店家 欸 我知道 那邊 在永和曾經對面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 好 跟那個味道一模一樣 好吃啊 牛肉不一樣 口感牛肉不一樣 香料味差不多 香料味差不多 但是牛肉的口感 比較軟一些 香料味道是差不多 你的比較軟 你的比較軟 他的比較軟 他的比較軟 我這個是牛肉有牛筋的 就是口感比較好嚼 對對對 湯頭很清爽 裡面就應該是有油蔥酥啊 這些的 好吃很清爽 嗯 一度過我的店 有啊 那個 四大老師給我放 一度過 欸 我的店也 清香 看一下 嗯 好吃 好 個人覺得蠻推薦的喔 很好吃 沒想到老闆娘蠻厲害的喔 也知道永和那一家的印尼小吃店 嗯 很清爽的味道 牛肉丸的味道就很美味喔 像老闆娘講說話就是這個 貨真價實 然後整個牛肉都入進去 好 好吃 好 這可惜老闆娘不能入境 不然老闆娘的笑容也很甜 哈哈 好 那這個湯我就決定給100分 就100 100 全都100 滿分 然後 算是小小的店家 但是感覺很熱情又很窩心 然後老闆娘很熱情 然後東西又美味又不貴 我覺得 可以值得來吃吃看 嗯 好吃 然後我感覺還有點胡椒粉的味道喔 微微的辣 好吃 個人感覺很優質 然後吃得很飽 然後也花不到300塊喔 覺得很棒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就是這間店 新香印尼小吃店 個人很推薦 掰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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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